拜拜 很香 就是现在去吃午饭 嗯 吃什么 嗯 还是 我也在想 昨天公屏上打的最多那个吗 烧白吗 你想吃烧白吗 吃烧白可以 但味道是可以 但是那个餐馆它就比较差 就是那种餐馆才好吃 就那种餐馆 嗯 我喜欢 嗯 那就带你吃烧白吗 哈哈哈 去看一下 昨天 你家里面说的烧白 对 昨天直播间的人都说吃烧白 哦对 那咱们就吃烧白 那就吃烧白吧 嗯 嗯 行 我看一下 我观察一下房间啊 观察一下 昨天晚上你是几点睡的 嗯 三点过吧 三点过呀 那差不多 我是 12点 你也没睡吧 哈哈哈 睡了睡了 后来也没有拖得上来 哈哈哈 有这样的想法 知道吧 有无数次这样的想法上来敲门 好好跟你商量一下 你没有等到我的那个信息是吗 哦 一直在等 其实我一直在心里跟你说很多遍啊 嗯 你没有 你没有感应到 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来日 对 哈哈哈 时间还多吧 不是说昨天晚上没有上来 以后就还有机会 对不对 那咱们就去吃烧白了 行 走吧 走走走 嗯 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 嗯 要一个烧白 要一个烧白 一个烧白 一个 一个 一碗豆腐 一碗牛扎 一碗牛肉 我们一起呢 三个人 对头 后 后面有没有位置啊 坐慢了 我们三个人 坐在这里啊 哇 马上要 吃烧白了 我心心一点点的烧白 好 去打个辣椒 他自己要打 或者 直接打饭 直接打 能不能跟我们打一盆 我们是老客服 大客服 哈哈哈 我们是老客服 经常七八个人来吃的大客服 给我们打一份过来 是吧 必须要有怎样的待遇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烧白 我好久没过来吃过了 来快点 菜都上来了 你还去给我们打饭啊 来 坐里面 感谢感谢感谢 没有筷子 小鱼拉下筷子 来吧 这个就是烧白 怎么肥啊 哈哈 但是肥而不理 这是我家人说的 你养的烧白吗 那个 有些人 有些人说的烧白是这个 有些人说的烧白 和你细细相关 和你细细相关 明白了吗 等我等我等我 你先尝一下 他肥而不利的啊 来 特写一下 像是这种吗 哈哈哈 是不是得包一点这个咸菜 不用 直接吃下饭 包一点这个咸菜 嗯 好吃 不利啊 嗯 好 我们开吃了啊 小鱼开吃 吃 啊 这个牛肉尝一下 牛杂牛肉 这个是滚龙最喜欢吃的 可惜滚龙今天中国没有到啊 我都还记得啊 好 我们就开始吃了啊 吃完我们就不说拜拜了 我们就在这里先说拜拜 好吧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再见